朋友们大家好 很多人一直担心这个田螺的销路问题 那么今天我带大家看一下我是怎么送酒店的 然后顺便再给大家算一算 今天我送走800斤 然后赚了多少钱 总共得到多少钱 我的利率是多少 大家跟着我一起看一下吧 已经到了第一家了 直接找老板 你看这就是我们送的田螺螺虾 老板 田螺到了 这是儿子 第一家酒店已经送到了 然后我们送第二家 第一家 送回来了 上次叫大家用水果框来养殖田螺 一年可以说会两次 很多人不相信 那么你们现在看一下 那我们以前在举个大饼 养的全部都是田螺 那么你们现在相信了吗 所以我想在下期的话 我告诉大家怎么在家里 阳台 厕所 用这个大瓶养殖这个田螺 但是这里这九个大瓶 并不是养殖出来的田螺 而是酒店要吃的时候 要用这个大瓶来过滤过 那么在这里有没有人知道原因呢 朋友们 我们看一下 这边自田螺 一天用浸水养了几天 养的干干净净的 没一点你就撒点 货就送到这里 很方便的 然后老板的话就养几天 然后就直接可以吃了 货的话全部已经送到这里了 所以说很多人不用担心这个销量的问题 销量的话 只要你长期坐下去货品质好的话 那个王老师老板担心你没有货的问题 谢谢 谢谢 感谢观看